福建京县神奇寡妇村 一夜之间全村的男人离席消失 自此他们村就有了一个诡异的习俗 那就是每到逢年过节 就会在桌子上摆一副空暖筷 哪怕是春节和中秋的团圆宴 家家户户也都是如此 这样的习俗一坚持就是37年 那么这种习俗究竟有着怎样的寓意 为何村中的男子会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呢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这个神秘寡妇村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岸点赞加关注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个神秘的村落 这个村子虽然看起来和周围的渔村没什么不同 但是他的名字却让人望而却步 这个村子就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寡妇村 据说这个村之前名叫同波村 只是后来他们村的男人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只留下了痛不欲生的妇女和懵懂的儿童 在男人们走后家里的重担 全都落到了女人身上 为了维持生计 他们只能白天出去补鱼种田 晚上就逢童补补做些家务 要知道出海补鱼可比插秧种田更耗费体力 甚至有些男人都吃不消 更别提当时吃不饱穿不暖的女人了 不过村里的女人们倒是很能干 时间一长同波村 也就被大家称作寡妇村了 而且这寡妇村里还有一个诡异的习俗 那就是每到逢年过节 他们就会在饭桌上摆上一副空暖筷 其实这种习俗在我国的一些其他地区也有 一般是家中有人过世 所以在逢年过节之时 就会在桌上多放一副碗筷 以此来寄托对已是亲人的哀思 只不过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一般来说两三年就够了 第二种就是家中有人因是不能回来团圆 家人也会摆一副空碗筷 并且在碗中放一些菜 遇着一个不少团团圆圆 但是寡妇村这个习俗却不一样 他们每年都是如此 而且一坚持就是三十七年 当时懵懂的孩童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但是他们依旧对这个习俗的来历不清楚 只记得当年村里的九十多个寡妇 一个都没改嫁 所以当地的人们说起寡妇村都很敬佩他们 毕竟他们一己之力 赡养公婆补育子女 而且对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也很忠贞 不过对于寡妇们忠于感情这一点 村里的后生黄振国却有话要说 黄振国是当时寡妇村里唯一诗词的人 他现在还记得自己从七岁开始 就会有很多村里的寡妇来找他写信 当时他自己认的字也不多 但是依旧磕磕绊绊地帮那些婶婶婆婆写完信 后来更是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 黄振国成了村里当仁不让的写信人 但是从这些信件的内容中 他明显赶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按理说这些寡妇们既然不愿意改嫁 那必然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他们让黄振国写的那些信件 里面那些真情流露的语言 显然是对收信的人牵肠挂肚念念不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不成他们又遇见了新的良人打算改嫁了吗 不过当黄振国把这句话问出口时 那些女人们的回答却是出奇的一致 他们是不会再嫁的 既然如此那他们又为何要往外寄出信件呢 福建一村庄一夜之间变成寡妇村 全村的男人都离戏消失了 女人们想要联系丈夫只能通过写信 而且每到逢年过节 就会在桌子上摆一副空碗筷 这样诡异的习俗一坚持就是三十七年 那么这种习俗究竟有着怎样的寓意 为何村中的男子会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呢 这个神秘寡妇村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就在黄振国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时 他从以为年纪较大的奶奶那得到了答案 原来这些寡妇们寄出的那些信件 全部都是给他们的丈夫的 这就让黄振国更摸不着头脑了 这些女人都已经是寡妇了 他们的丈夫按理说应该都去世了才对 为啥还能接受信件呢 在黄振国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老奶奶长叹一口气沉默了许久 终于吐露出了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次灾难 而这个灾难就是那些女人成为寡妇的导火索 老奶奶说她记得很清楚 那是在1950年5月10号的晚上 原本静命的同波村 被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打乱了 原来是村里突然来了一队大兵 他们二话不说 就把村子给围了起来 然后就命令村民们全部把门打开 让家里的男丁全部都站出来 然后挨个询问这些男人的年龄 凡是在17到55岁之间的全部 被他们集中了起来 然后这一百多个青壮年 就被关在村里的祠堂里 虽然当时也有人反抗 但面对那些鹤枪实弹的大兵 他们的反抗就显得很微薄了 原本村里人还以为这是在查户口 没想到在大半夜的时候 这些被关在祠堂里的男人 竟然全部被带到海上的军舰上了 这对他们的家人来说 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 各家各户的人全都出来打听消息 后来才知道这些大兵是国民党的第51师 他们是为了扩充兵力才来抓撞兵的 说到这可能就有人疑惑了 这个时间点 怎么还有国民党的军队残留呢 其实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解放了 同波村所在的东山岛也解放在即 解放军当时已经叙事待发准备解放全岛了 所以国民党军队才会如此不择手段的抓撞兵 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溃败 这些男人都被带到了台湾 而同波村一夜之间少了147个男人 其中有91个已经有了家室 自从男人们走后村里的女人 时不时的就聚在海边 每当看到过往的船只时就激动不已 希望他们日思夜想的丈夫能够出现 然而日复一日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依旧没有等到想见的那个人 村里的人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寡妇 其中不乏有亲戚朋友劝他们改嫁 但是这91个人都坚持要等自己的丈夫回来 就在所有人的希望都将换灭之时 突然村里收到了十多封来自新加坡的信件 而收信人全是当年的寡妇 原本他们还疑惑自己并没有新加坡的亲戚朋友 结果刚打开信一看 顿时泪流满面 原来这些信是他们远在台湾的丈夫寄来的 他们除了给自己的家人报平安 也带来了同村其他人的死讯 当然也有人表示 自己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一时之间村里的女人们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福建渔村夜之间变成寡妇村 全村的男人都离习消失了 女人们想要联系丈夫只能通过写信 而且每到逢年过节 就会在桌子上摆一副空碗筷 这样诡异的习俗一坚持就是37年 那么为何村中的男子会夜之间全部消失呢 不过他们对于丈夫的选择 倒也表示包容和理解 毕竟这一切都是战争惹的祸 至于为啥这些信件是从新加坡来 男人们在信中也有所提及 原来当时他们的信件 无法从台湾寄回家 幸亏碰见了一位好信的当地人 把他们的信件先寄去新加坡 然后再通过自己在新加坡的亲戚寄回同波村 至此这些女人们就开始通过信件与丈夫交流起来 直到后来两岸恢复交往 有些人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丈夫 而有些人等到的只是一坡图 虽然事情并非是皆大欢喜 但37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同波村的女人们的坚持与包容 也让世人都感怀不已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